本來限量一百名 我們就現在已經可以增加到兩百名 兩百名 衛生所當場加碼 排隊家長大聲歡呼 衛生所前排隊隊伍繞了一大圈 屏東學校停課 校園開打延到五月三十 家長帶著孩子只想快點打到疫苗 因為停課的關係 所以就說跑來這邊打 之前的紅罩跟篩劑都沒有排 看著小朋友的疫苗 沒有打的話好像也滿嚴重的 屏東是衛生所 擠爆東港鎮衛生所人也爆多 棚子底下滿滿都是人 拿了號碼牌也不敢離開 市區診所誰到誰打 家長看到群聚大場面也很害怕 等一個小時了 在這邊也會造成二字感染吧 三點半 三點半就過來排 其實名額有限 怕會排不到對不對 一個診所十字 那根本就都不用打 台中家長三點半搶頭箱 晚來的沒得打 臺南原本說學校打 又改成線上預約 家長官報市長臉書 都是因為學校停課 施打疫苗也喊咖 高雄屏東家長就怕停課沒有鏡頭 引出家長恐慌 孩子遮疾疫苗不打不行 想真的 現在停課的狀況 也許等他復刻也許是六月中了 對 因為也不知道要停課 挺多久 你是早一點打 早一點安心嗎 這老師會建議 可以如果很急 可以先到外面來 如果可以早一點打的話 小朋友的防護力會比較好 先打就比較安全 因為在學校也有點啪啪 家長不懂的是 停課是為了避免群聚 但現在為了打疫苗 到處人擠人 讓家長帶著孩子追著疫苗跑 混亂場面也難怪家長抱怨連連 記著台中屏東綜合報導 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有優惠我們中天的網友 這些東西都可以在我們快點購網站上投 來購買 現在有三種不同的好康組合 購買的時候 不要忘記我們有非常多的折扣代碼 可以給大家來輸入 可以享有一些優惠好康